在近日,特區政府開展不多於100個八年期的特別的士牌照的招標工作 並要求依舊以純電照的方式經營 但與去年黃的退場的事件不同的就是 政府除取消了那些牌照費外 更容許成批人收取特別的士電照費、預約費和失約費 記得去年黃的以經營困難的原因退場 令原本緊缺的的士數目更加緊張 的士服務供不應求 造成政府、市民及公司三書局面 終究原因就是雙方對意見爭持不下 黃的要求提供附加費 認為財海要穩定人知 而政府測認為附加費未有社會共識和考慮居民的承擔能力而拒絕續約 一年後的今天 這次招標明顯是見到政府的讓步 容許附加費的設立 但必須強調 附加費必須是社會可承擔和接受的水平 的士服務雖然由私人企業負擔營運 但作為公共交通系統的一部分 仍然帶有明顯的公共性 其服務主要回應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的需要 倘若附加費過高特別的士牌變成貴價的士 大大增加弱勢社群的負擔實有為服務最初的目的 人之短缺也是導致服務供不應求的原因 即使有牌照有車輛但缺乏人手的仍然是增加服務的數量 令市場自然競爭機制未能充分有效發揮 據業界人士透露 目前已有200部已開頭的的士仍然未投入服務 未來更可能出現400至500左右的司機才能滿足的士牌照 為滿足市場的需求 政府必須加緊對司機的培訓工作 並採取措施吸引新人入行 要求完事的服務 盜絕電照的士街上自由接帶乘客違規的情況 亦是重中之重 根據治安警察局的資料顯示 今年由1月至9月 的士違規的數量接近2500宗 即使一吞將近有10宗的違規情況 除嚴重影響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服務外 更有損澳門旅遊城市的形象 儘管打擊的士違規的工作有所增加 市民打擊的難題仍然有不少的要改善 依然有部分害群之馬無視法紀進行違規的活動 因此長遠來說 政府必須盡快完成修訂的士客運法律制度的工作 以提升違規的規則 加強阻嚇性 保持業界的長遠健康發展 多謝